硅谷互联网创新之死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 归星人脑中的搜索雷达 似乎游走了很久 最后才缓缓挤出几家老公司 RB&E 被誉为全球创新支援的硅谷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似乎未隔10年都会诞生出一批 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的创新型公司 70到80年代的微软 英特尔 苹果 90年代的谷歌 亚马逊 雅虎 20世纪初的Facebook 可辞拉 2010年前后的RBNB Uber等 最近几年 在先有初创公司 能复制Uber Airbnb等爆发式 融资和估值成长路径 大公司的烧钱和扩张 也越来越循序渐进 甚至有迹可循 近日 华盛队由报对苹果 普哥 亚马逊和Facebook四家科技巨头的收购时 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统计 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近20年来 巨头们在科技领域压制性的扩张 然而 车库文化曾被认为是 硅谷精神的缩影 惠普 苹果 微软 谷歌 亚马逊等一代又一代的顶尖科技公司 从车库里诞生并走向世界 上个月专天翻车刚结束一项 对硅谷人才吸引力的调查 其中 对于创业者来说 员工的工资 场地租金 运营成本成为了在硅谷创业绕不开的问题 近些年来的硅谷 也并非没有优秀的创业公司出现 只是它们中的很多 从大众熟知的消费端 转向了看不见的企业端 也有很多在5G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中提前布局 等待着技术起点的到来